去外媒报道,本周发表于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的一篇论文中提及了一个古老的人类祖先Cellum。 这个非常年轻的阿法南方古猿的足部化石是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古老的人亚科足部化石。 这个微小的人形生物有一个脚趾,有助于其在爬树时的抓握。 研究人员称,Cellum的骨骼仪还表明,这个330万年前的物种,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与人类不同,但还不像直立人那样能直立行走。 Dekika从部化石增加了关于人类骨骼解化的性质的丰富知识,研究人员指出,Cellum的大脚趾与大多数现代人的脚趾看起来有点不同。 但是,在充满绿失去的环境中不擅长行走可能导致灭绝。 Decilva表示,那么当太阳落山时,你最好能够站在树上。 Decilva认为这一化石证据指向爬树和抓握能力,我无法想象它们将如何幸存下来。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